桌面变迁提醒应该是每个人都无法离开的一个功能 生活中无论工作学习娱乐 有大大小小的琐事需要我们去记住 写到备忘提醒定在桌面 随时查看手机就可以提醒我们去做 当然这些提醒是有优先级的 像有当天必须要做的 有短期内需要做的 有到达固定地方提醒你做的 当然这些都非常好实现 开会只需要加一个时间提醒 到什么地点 干什么事情 在设置里面添加自己的常用位置 锁定提醒的方圆半径 GPS跟踪到了你就会自动提醒 这些之前都已经做过教程 详细的看之前的即可 本期节目主要还是告诉大家 如何把你手机的这一套整体方案 直接无缝传递到你的电脑上 让你双端代办提醒互通 Microsoft ToDo是微软 为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出的一个代办事项软件 科学的优化管理 而且还可以让你随时随地 盯在你的Windows设备上 这款软件不光有网页版 也可以在它的音乐商店直接下载 Windows 11直接就会预装 而且最近也支持了全平台Mac安卓 当然其他品牌的手机移动端 你是需要下载它的APP 我们三星用户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因为在前不久 Microsoft ToDo也支持了 三星系统级别的优先同步 你的三星笔记 你的桌面提醒代办事项 只需要一个开关就可以同步起来 首先手机端操作 我们在桌面上添加提醒小组件 点击全部进入小组件设置 将与Microsoft ToDo同步开启 输入上与你电脑相同的微软账号 这样在你里面所填写的所有事项 都将一瞬间同步到你的电脑桌面上 同样我们在电脑端添加任何代办事项 也可以同步到你的手机桌面 而且同样包括你代办事项的时间 需求和备注 电脑端操作如下 微软商店下载Microsoft ToDo软件 进入软件填写代办事项 如果在公司网非常的烂 死活登不上微软商店 也可以在网页上直接搜索Microsoft ToDo 点进去在网页版进行填写 Windows 11的用户 也可以直接在你的小组件栏里面 快速调出填写 代办事项完成 点击对勾 同步消失 以上就是一款可以在生活中 提高你工作学习生活效率的小软件 有了OneUI大门的敞开 会让你更加的边界好用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